歡迎大家逢星期五晚來到體育周報的體肇論壇 今天相當開心,早上獲得一個好消息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請安哥上來分享一下今屆亞奧運會的點滴和澳門隊的成績、賽會組織安排 先說一下為何今天這麼開心 因為澳門隊在今屆比賽的成績是不錯的 已經是一金兩銀一銅的 但今早有一個特別好的消息 還有一個突破 我們很尊敬、很疼愛的女鐵人許朗 終於衝擊了兩、三屆 終於奧運拿了一面銅牌 雖然是銅牌,但在我們來說已經有一面金牌 含金量很高 市民來說是一個含金量高的獎牌 因為第一,這個項目也是比較辛苦 你看看許朗這幾年的奮鬥 我們澳門本地運用的榜樣 沒錯 今晚有一點不同 第一,以往我們經過YouTube Channel 做直播 今晚是比較特別的 今晚我們用Facebook澳門體育周報的職務 作出直播 所以今晚Facebook看到我們的直播 第二,我們不是用紙杯 沒錯 那次香檳就是因為我們今屆 暫時為止 澳門我們的體育代表團 在今屆的印尼亞運會上 就奪金 有一金 兩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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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別 我們特別 真的要慶祝一下 真的要慶祝一下 明天我們還有男子鐵人賽 後日還有混合團體 希望他們有大堆喜上 但是現在我們先走去 先走去 未經是喝得杯落 有一點點的儀式 我們就是慶祝澳門 好 大家幾個男子都走 慶祝一下我們 又金又銀又銅 沒錯 好 你真的是值得慶祝 哇 好厲害 來來來 好厲害 真的 我們今天的消息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做為我們體育周報 專攻體育的 很開心 今天我們獲得這麼多獎品 正如我一直都說 澳門運動員 是可以的 但要獲得一個獎 其實相當之耕心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已經不是以前那種業餘的環境 我們乾杯 來來 澳門的體育 繼續發展 正正要上 好 好 這杯真的要喝 這杯 阿瑜剛才說得對 我們澳門運動員 付出之後 未必有回報 因為現在外面的環境不同 水準各方面 已經是相當高 所以市民可能覺得 運動員又比賽又等等 但他們的黑虎 我覺得運動員一輸了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覺得對不起 培養 他們總會好 地方也好 他們的心是覺得 有時候有點哭 覺得對不起 這樣就對了 但我就告訴你 市民要體諒 他們所付出的東西 其實我們有時候 所忍受的東西 我們未必是看到他們做的事 我自己也參賽過 安哥不用說 我跟他就在亞運路認識 對 在亞運路認識 怎麼說 有些項目是拿牌的 對 但有很多項目是拿不到牌的 拿不到牌的項目 不代表他不努力 其實是很努力 我記得我當年 怎樣呢 我說你不相信 在大陸練球 練十三褲很正常 我們練到 一雙鞋都會濕 一天換兩雙鞋 一雙鞋不乾 等到冷氣底裏弄乾 因為沒有鞋買三雙鞋 其實三雙鞋都會濕 四雙鞋都會濕 但也沒有意思 為甚麼呢 頂是鐵皮頂 多熱都要訓練 我相信其他項目的運動員 都一樣是這麼辛苦 但問題是 外於有些項目 人家已經發展了很久 我們是屬於後進要追 很難追 乒乓球又如是 足球、籃球 人家已經發展得這麼發達 我們在運動員要追他們 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才行 暫時未有條件 所以你多努力也好 都是不夠別人鬥 安哥上來其實是一樣的 安哥就是我們參加亞運會 港島 1994年的時候 是空手道第一個獲獎牌 當年也有武術 李飛 當時到現在 進展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屆 今年有16個項目 今年拿牌 你覺得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我們有武術 空手道 鐵人 鐵人 你先說說 今年我們的情況是怎樣 以我們來計 每個項目去打亞運 當然都要經過奧委會的批核 所以我們都會好像見老闆一樣 解釋我們項目的情況 備戰 要什麼 我們的成績 我們都會溝通 其實我們的目標都是保二、衝三 什麼意思 希望保二、衝三 希望保二、衝三 衝第三個獎牌 保二、衝三 我們都跟奧委會 都是這樣溝通 結果我們都達到目標 保二、衝三 就是兩個項目 今年有16項 我們分別有游水、跳水 藝術就是水、游水 田徑、羽毛球、保齡球、拳擊 然後獨木舟、單車、劍擊 高爾夫球、柔道、空手道、碧球 乒乓球、乒乓球 跆拳道、鐵人沙漠和武術 在16項目 其實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除了鐵人沙漠之外 這次其實在退之前 你心目中其實有沒有一個底 即是說是哪幾項會拿牌 我們剛才說我自己的項目 我們其實都看回上一屆的成績 跆拳道都拿到牌 我們都希望台拳道能夠拿到牌 武術當然我們也是 傳統的牌 所以我們估計也是這幾項目 所以為什麼去朗拿到那個銅牌呢 天人 我們為什麼這麼開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會有機會 因為這幾年他的奮鬥 這幾年一個是第四、一個是第五 你看這幾年都是 廣州是第四 很接近的 然後是人村 第五 我今早的全程都跟著他 一上游完水那部分之後 他都可以跟到第一、第二集團 我其實已經覺得 開始有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游水那部分 可能不是最強 但是一路一路在單車 然後再跑步的時候 我最後看到第三 第三的時候我已經很緊張了 現在看到 回來 衝過終點 我說穩陣一點 等待大會公務先 其實你不要聽人DQ 其實已經是第三了 到了已經第三了 好了 我們也穩陣一點 馬上就打電話給麥領隊 他們的鐵人領隊 麥秉耀 他說是第三 不過他也很穩陣 他說要等待那個 即是等大會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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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穩陣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時間 已經到了 已經是第三了 結果也頒獎 我們才可以決定 聽我說他跑完 馬上抽筋 馬上抽筋 我也看到照片 他的舊環 或者是波富盡 我記得他衝線的時候 馬上抽筋 他的舊環已經是清晰了 當然 博到那麼多 對 我說不好聽 玩得一屆就少一屆 那表現就是 兇手道就是傳統 你覺得今年的兇手道的表現是怎樣 我覺得也是一個突破 第一 在銀牌的戰鬥方面 也上到一個很好的名次 黃色怡的女生的搏擊 五萬五以下的搏擊 因為他的抽筋 頭兩場應該是把握得到的 但是 再進了級 第三輪的時候 對著世界冠軍 台灣的文芝雲 而且這個女生 也是我們運動員的一種 怎麼說呢 有一種榜樣 為什麼呢 他去年亞運前 那一年他簡直是寬關節脫了膏 這個關節很少脫 他可以短短一年之後 可以恢復 又可以拿到金牌 他才是世界第一 我們輸了給他 其實黃色怡這幾年 其實跟他打了幾次 都在贏分子又輸 所以 都可以打 然後 輸了之後 打了一個浮月戰 我們稱為 撐了我們 保安銅牌的戰 對著上屆的 負61的金牌 他就今年降噪下來 我們在鏡頭看到 他都是高的 黃色怡整個頭 但我都想不到 他是拼得這麼盡 打到馬來西亞的女生 都真的 都沒辦法 我看他輸的時候 他都很遺憾 就是馬來西亞女生 我們補回他的銅牌 達到我們賽前的預測目標 反而是郭劍勒 郭劍勒 就拆誰 郭劍勒 那場對著台灣 如果贏了就入決賽 結果三比二 三比二 因為我們這次阿雲 為了一個公門喜見 除了亞洲裁判之外 也請了部分的世界裁判 事實上 比二的兩個是世界裁判 亞洲裁判就反而給了三 三比二 我覺得可惜一點 其實今年是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打了信心回來 因為運動員他是沉寂了兩年低潮期 但是這次阿雲 我們看到他的信心是 開始回來 對我們空手來說是好事 因為他始終是有實力的選手 希望他日後接下來的賽事 能夠為澳門爭取更多的勝利 武術 李懿和王俊華 就比較是我們根本 希望能夠有那張 反而驚喜的是宋子君 宋子君和蘇楚文 其實他們兩個在同排 第四都是差一點 表現得很好 他們本地訓練出來 我們看武術學出來 而且很年輕 在全城方面 年輕運動員 會比較有一個希望 反而驚喜的是阿華 我們看他 因為我們去現場 去了武術隊的官摩團 第一次比賽是藍拳 第三 第二是越南 第二是國家隊 第三 即是幾個項目 我說幾個運動員很接近 但是我看到分數方面 第三 我們坐車出機場 第一次離開 阿華已經在比賽 那個器械 然後拿到第一 原來問到 越南接著失手 中國又失手 這個牌真的很驚喜 這個金牌真的很驚喜 先說回來 王俊華拿了 男拳和男棍全能的金牌 李偉拿了 李依 對不起 拿了女子長拳的銀牌 空手道 蘇瑞琳拿了女子個人型的銀牌 王淑儀拿了55公斤級組手的銀牌 許朗剛剛說完了 拿了女鐵人的銀牌 補充一些資料 說說說第一節時間 回來 第二節再說一下澳門隊和賽會 或者相關的話題好嗎 稍後見 爹 好 衝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整體來說,16個項目參加,整體的表現又如何呢,包括拳擊、游泳的周文浩都不錯 今年破了的澳門決賽,突破了就可以入到兩項決賽 要講清楚,什麼叫決賽呢?其實是由第六和第七,即是亞洲第六和亞洲第七 你記得不要說決賽,要先看清楚這件事 已經不簡單了,澳門這麼小的地方只有30億公共,只有60萬人 如果最近隔離香港,香港兩個區已經有幾百多萬 代表隊成員的陣容在香港很大,為什麼呢?我們叫體育效益 入到決賽,澳門的特區期顯示出來,澳門的運動亦都在外面顯示 其實就是一個效應,一個推動、宣傳 這是極重要的 田徑有一點突破,旅艷蘭,200就破了這個紀錄 她前幾天都跑得好,她頭的100米都是前三的 是前三的,她過了200後,然後過了80先,其他選手才趕她 她跑得不錯 單車,劉朗新也不錯,這個尤其是室內單車 我們新嘗試,劉朗新也跑得這麼好 你看她的全能賽第一次,第二,後來也排第七 是的 也要怎麼說呢?單車那班領導也要賺 因為這個項目基本上就是第一,澳門的場地 另外一個就是對我們澳門的場地 你那個獲營的場地有限,他們就聽她過香港的分野 這些項目基本上不是很多國家可以有條件 有條件去練 我們可以參與的時候,是有機會博 在青年賽之類都出了成績 你叫很多行,譬如我們以前的花榮 至少我們的小花門、小花中 都能夠,四屆都有參加 雖然今年隊制多了,雖然是第七,但表現都不錯 羽毛球也有新手,裴盆風去打 冰冰波對著世界第一的蕭子 蕭子康,蕭子康 蕭子康,對著世界繁振東,世界第一 很難拿 因為我常常強調的一件事就是 別人的訓練時數跟你的話差太遠 我們這些澳門選手,當然你勤力一點 一、二、三、四、五都能練習 但加上的時間都可能每天有兩個小時至三個小時 還有內部的競爭 內部人的競爭已經參加世界賽的競爭 人家練一個月已經等於你半年 那你怎樣追 再加上一件事,我們要記住 在亞洲不是只有國家隊 我們一看到,今排榜有中國隊領先 日本就是國家隊領先117面 日本就是67面 韓國就是43面 主辦國印尼也是30面 伊朗就是19面 中國台北就是16面 烏茲別克就是15面 印度也是13面 所以我一會再說,阿珍運好 亞洲第六面,你記住 中、日、韓已經三個在 再加上伊朗、杜道 其實你的競爭很大 保齡球,德文也入到大師賽 沒錯 即是我們要很現實去看問題 有牌我們當然會讓他開心 沒有牌我們也要看清楚他的成績 是不是已經有突破 是不是已經跟前列的選手 一年近一年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是很開心 還有劍擊、劍擊也打得好 打得好,這次我們看他打得好 可以差點進入一個分組賽 進入一個競賽 剛才雙哥也說 怎樣看這次的 其實就是看哪些項目的成績 這些年輕的運動 我們本路的年輕運動 拿到的成績 用來下一屆的四年去參考 最重要的 剛才所說的幾個 例如單車有些年輕選手 就是要看這些 碧球也有,泳姿、楊玲姿 保齡球、年輕選手 四年後的成績會不會有改變 起碼他們這麼年輕 起碼有改變 高爾夫球也有些年輕問題 那些很年輕 因為很難去第一次參加的亞運會 或者這麼大型的賽事 會有一些好的成績 當然要積累了經驗 因為一落到場 你會覺得都是這樣打球 其實那種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自己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去亞運 其實一件事 我們要提點運動員 有些人參加亞運 你不要讓亞運村的所有東西 分散了自己 沒錯 因為參加亞運是很多人的夢想 你進入亞運村 跟很多其他學運動員的選手 那時候在電視上看到他 其實可能會分心 但你要提點運動員 你先集中一點 很多人就是這個經驗 其實澳門體育代表澳門特區 澳門體育代表澳門特區 其實我們的紀律 你這麼多屆 你去的話 你會覺得澳門 因為今年也有很多醜聞 其他外隊的紀律 澳門其實 你覺得澳門隊和出外的紀律 這次我們的體育代表 有些位置給那些運動員 一去到表演的時候 那個表演很精彩 很多國家已經起身 又怎樣怎樣 但我一看下去 澳門的範圍那些人 都很精彩坐在那裡 即是那個紀律其實 一向都 精神面貌 我不擔心澳門的運動員 代表到出外面 在紀律上出現什麼問題 我不擔心 澳門人 始終有一件事 澳門小 就是因為小 我們每個人都要爭氣 比賽我都要爭 當然 爭不了 我也不會輸 輸在紀律方面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的 澳門人 不用特別是要栽培 但是我們自身會做得到 即是這麼多屆 我們澳門隊的自身紀律 和精神面貌 都是值得我們自己的紀律 不錯的 即是 你出去 難道在選手村都特別乖 印尼弄成怎樣 其實這次而已 因為他都是臨急就張 只是頂你去拍 拍心 說我頂你 究竟整個運動的情況是怎樣 初去又有些問題 場地又未有問題 很多事情 傳媒那些傳媒包都沒有 組織 報名組織 亂到七彩 但是相關我們去完那個開幕式之後 已經有很多事情 已經是覺得他們贏了 第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義工 工作人員 市民 每樣都很熱情 氣氛 每個市民 都好像大家要付出 一個為國家增剛的機會 即是搞阿慧 他們第一件事起碼 笑容不省 每個人又拍獎 感覺上 那個 投入的氣氛 他們打人情擺打贏了 這件事 因為我作為傳媒 都採訪了幾次阿雲 今次他們的義工和市民 當你覺得你是來採訪 或者你是來參加 他們真的很熱心幫你 很合作 他們不單止 不是指路給你 是帶你去車站 陪你坐車去那個地方 酒店那裡 每天 那些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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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你們的傳媒 或者有沒有車 都回來了 都很虛寒問暖 就是指路安全 所以他們和歡樂氣氛 他們投入的氣氛 是比我去其他地區 辦公室的地區 是投入的 整個城市 整個耶加達 那些人都投入 因為相對他們在經濟發展程度 或者在東亞就差一點點 他們都比較少搞這麼大型 這麼捉獄的賽事 所以其實就是 動用了舉國的能力去做 那些市民一定是支持的 就是組織方面有些脫漏 那些事情真的有 聖國旗都掉了下來 那些事情是殺人 有的 因為他們是 因為越南是投入的 越南投入的 應該是下年才是亞運的 因為第一是世界盃 第二是接近2022年的東京奧運 打完亞運就馬上去東京奧運 等選手的備戰 就剛剛行接了 沒錯 兩年兩年 但是本來拖年 本來四年 今屆應該是19年 結果越南不辦 越南不辦之後 印尼就接受了 其實就說 應該是少了一年 但是借鏡 我估計他們的場地花費 不會特別多 因為很多都是他們 六二年的主場館 六二年的印尼亞運 都是這個場館 很多的場館 可以借鏡 他們很多的場館 是一個展覽中心 其實有一個好像貨倉 就搭一些座位 以及將一些 做到一個好像體育館 將一些燈光 控制到一個體育館 即是他們的氣氛是好 是不差的 因為他們的座位 其實可以編排到 都不少人 例如武術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一個貨倉 不斷搭到一個好像比場館 這樣可以借鏡 為什麼會說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搞這麼大型的運動會 如果那個財政處理得不好 會對政府造成挺大的負擔 如果很簡單 好像剛剛才打完的世界盃 或者又起身 譬如如果要起身場 或者要翻身球場 其實花費很大 能不能夠得到國民的支持 以前那些國家地區要搞這些 全國都支持 一定是不計成本 但是現在慢慢慢慢開 人們就覺得不是了 再這樣搞完大型的運動會之後 所以慢慢就開始進步了 就是要搞得什麼呢 實而不華 或者是實用一點 不要每次都起新場館 更加好一點就是環保 環保、夏運 其實我告訴你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提早今年搞呢 印尼就是夏年大選 我想最大得正 我想都是龍多多 明白明白 因為他下選 他走出來支持度 還有開幕式 向著亞洲 他搶了分數 所以變成 為什麼今年就是 第一就是 他們主要是夏年大選 所以不想影響他們 他們場館方面的利用 就不是太花費 而是 集中 我們今次 就算是傳媒方面 都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他分為兩個大區 也就是亞加達裡的兩個大區 比如一個大區就是傳媒中心附近 游泳、劍擊、跆拳道、籃球場 其實集中的一個地方 另一個區就是武術 或者其他各方面的東西 另外當然 你游泳遠一點 或者鐵人去巨廊那邊 第一次去兩邊 所以對於傳媒來說 亦都是方便 而且對於他們的經濟 投入的不是太多 但是長館其他氣氛 都覺得不錯 多麼多人看 其實 反而觀眾方面 除了印尼隊出賽 或者他的羽毛球項目 一些強項 爆發之後 反而那個入場人數 就是看起來 不是太多 不是太特別 因為我們看過 游泳、武術、 台拳道 也不是說 台拳道也好一點 那就不是太多 不是很特別 就是市民真的很支持 市民很支持 我想入場 因為那些小牆 是小牆 所以可能 那些非貴不貴呢? 不貴 不貴的 不貴的 我們入場五百萬 五百萬 二百多元 一萬元 一萬元 就等於五元 一萬元 就等於五元 一萬元 就等於五元 市場 都會被災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ke the city come to life. Dynamics Comfort. The all-new Tucson. Hyundai. Tanger. Massage. Magadangue! FJK 跟全新的Mazda CX-3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大家好,這是第三節的體驟論壇 上次擦著你,現在就讓你說 開幕式覺得如何 開幕式每一屆,亞洲、澳雲、冬季 都是國家展示歷史的發展 你覺得如何? 他的文化應該利用了舞台界介紹 但是一開始時,他的方陣 用人來展示的方陣 很震撼,配合音樂、燈光 為何變化呢? 你覺得很好看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文化介紹 後面那一部分 但是你現場來說 那個蘇卡洛運動場 蘇卡洛運動場 即是印尼第一局總統的 以他的命名 當年六二年的亞運的時候 全世界其中十大 用力人數最多的球場 有十萬人可以 然後因為要改座位 之後也有八萬人 但是我們的開幕式 一屆開了三分之一是觀眾 三分之一是舞台 但是你看過市民的氣氛 印尼槍、印尼各國的時候 和他們互動的時候 他們是很齊心的 而且他們對他們總統的愛戴程度 即是在這個角色表現出來 因為他的那個想法 就是由這個 倫敦武運 就是英女王坐飛機 跳角落山 還有007 這次他就符合他的國情 他的國情是什麼呢 耶加大的國情就是很塞車的 很塞車的 然後他總統的座架突然停下了 然後下來就坐一輛電單車 坐一輛很有型的電單車 人們一見到真身 見到畫面已經拍了手掌 然後又飛車 又像James Bond片一樣 最後他帶下來 帶出真身入場 整個運動場 都是掌聲 奧雷洞 他們感受到 我們的記者 感受到他們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總統 印尼很久都沒威過 那種這樣的態度 是真的 1997亞洲軍用豐富之後 都沒什麼威過 因為他 我不擔心開幕式動用的人數 因為都是印尼的軍隊 都很多人 相信都是這樣 可以擔心 這些人一定可以擔心 對 因為其實他這次的成績都不錯 有三十年金 對 說到這個就是主辦局的優勢 為什麼呢 第一 他們當然 主行 還有羽毛球 當然他們很厲害 一個叫做地獄主場 對 腳都很軟 另外 他今年 因為主辦局 有一個自己的項目 叫做班吉沙拉 這個項目有十六面金牌 我估計 我看著看著 班吉沙拉是什麼 叫做馬來武術 馬來武術 因為有吐露和有搏擊 他們的主行 所以我想他們的金牌突然爆升 可能這個項目搶到上地 第四是過了伊朗 對 厲害 三十年代 澳門扮演的 我們要十幾年金牌 真的嗎 我們有些 主場優勢 當然 你忘記了 八百年漢城 奧運的時候 南韓突然之間的成績 棒棒的聲音 記者的是主場之理 以及這個位置很可愛 射 Bret的成績它拋走 然後 biraz � ист 東彬方就迫衡 就像是一個 比賽用球 又不同 比較緩和軟 所以把個天al 是符合標準 那是符合標準的 相 Powers 它連動拗 Lindsey 他練開話題腦,當然有一個範圍的範圍 他用最低的那種,或者用其他有別於一般公開性賽事用的款式 其實已經是差很遠 即是當時是劉南輝 劉南輝,我說這傢伙這麼厲害 我們又回到一個話題 今次阿雲之後,基本上我們的賽事都結束了 其實我們的發展和成績 當然,我又看一看 有時你看電視,香港很厲害 香港的精英運動員 其實是否他們20年前跟我們差不多時間起步 不是差不多時間,他們一直都比澳門好 但是接著近這兩屆的香港精英運動 例如單車,你會看到游泳,很多房屋都起了 澳門其實是說,今屆之後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我們會不會走一些精英制或是怎樣 看看競技體育這方面 或者先看看,四年之後又四年 四年之後又四年 我們今次整體澳門的成績 應該比四年前是好的 整體的實力 其他項目雖然那麼大,但都提升了 其實自己提升是不夠的 我們現在覺得 都要跟鄰近的地方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都提升了 但是提升的速度不夠人快的話 其實就拿不好牌 我們現在就比較一下 我們跟周邊條件相對接近一點 那麼跟中日韓就不能相比 即是要現實一點 跟周邊的地區差不多條件 其實我們之間的距離又如何呢 香港的精英運動員計劃的投放資金很厲害 因為有一個體院、訓練 以我通秀為例 他們的通秀隊是立日精英運動員 精英項目 他們基本上全年都在歐洲、美洲 沒錯 我們有一個空手錄叫做世界巡迴賽 巡迴賽 每一站香港都參加了運動員 基本上運動員在香港的時間 就不太多 所以他們的成績 不過今年香港的成績 可能是內部的原因 也不太多 但是我們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有一個運動員計劃之後 現在我問澳門有運動員 你有沒有這樣的行心 有沒有決心 沒有一個進去住一輪 原來沒有玩的 很悶的 變成我又走出來 我給了條件出來 但是你有沒有行心、決心、參與呢 我們只是擔心這件事 例如香港單車 李衛斯 根本就是不見天下 不民、不民、不民 喘怒親 喘怒親 他們的壁球訓練又很厲害 其實是否他們這個精英計劃 澳門其實就是以後 澳門彈也有一個培訓中心 其實這個培訓中心 澳門的運動員 澳門太近了 最慘的 如果有什麼方法 可以激勵澳門的運動員 很有趣的 澳門人 澳門太近了 澳門太近了 還有車子 也覺得好像也很遠 我們也要問澳門運動員的積極性 當然我們有壓力就是 又有功課、又有工作 是否澳門運動員 他們對這個運動員的生涯規劃 比較擔心 他們一個叫做 香港的精英運動員 正如我所知 他們一個叫做計分 是計分的 如果有一兩個比較精英的運動員 在一些國際性的賽事裡面 加人工的 如果得獎是多的話 第一先保持了他精英項目 即是第一級的資格 然後根據你的成績 其實你的待遇 或者是你整隊的條件 也都會比較好 所以會令到運動員 就是我不行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不是我不行 是我整隊人都會受影響 雖然之外 又沒有人工 又不夠分 所以衝出去 因為你變成我自己拿不到牌 不要緊 但是我可能會認到 整個隊 或者整個項目 如果自己都拿不到牌的話 就被勾出最頂級的層 整個薪酬也好 訓練條件也好 都會縮水 即是好像去年阿運 都跟康熟路說 你們最重要拿到牌 拿不到牌就要撇出精英運動計 是啊 你不腳軟嗎 是啊 每個人都就是這樣 就是你腳軟 突然間有這麼大的壓力 你不要先說 你回來 不行了 但你說了真的有壓力 真的 很有趣 我說香港隊 在亞運 我們其他學務有表現 但是在亞運 他們成績是低一點的 但是一到亞洲賽 然後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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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些壓力 但是整體會不會來說 配備 慢慢 是一度逐年逐年 有改善 就是看到我們有改善 這就是一個循環 怎樣 投入得資源多 人們就覺得 願意玩多些 成績好些 更加去願意玩 開頭只有一個全職,可能成績不錯,吸引多一點,兩個、三個慢慢 就是偶像效應 這個是一個良性循環 但是如果相反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第一,投入資源不夠,又難拿成績,又沒有一個像樣的運動員出來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越來越少人會投入 我練來做什麼,都拿不到,他都拿不到,他那麼厲害都拿不到 就要看,其實我們要找一個突破點 對,一個突破點 就是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其實是有一線之差 如果我們在那個突破點進去的話,可能前期沒有什麼成績 但是只要他有心,或者他有這個能力 或者我們都給他一些支持,給他時間,給他機會 那幫人闖一闖,是不是用這個突破點進去呢? 就是我們的體育政策,有些項目,有些是難度高的 有些是,你看一下亞洲地區,看看國家 這個項目,我們可以先開發 那我們先推了 其實總會都是的 比如有哪幾個運動員是尖指的 資源多數要集中一點 對,沒錯 就是整個叫明星效應長出出來 對,你一定要有一個策略 就是大動,真的有一個策略 對,真的有一個策略 就是由選項去加大一點資源 都選了你了,你都要選一些條件比較好一點的來衝 如果不是你沒有一個比較突出的運動員 很難得起成一隊 經常說資源公平分配 但是一搞競技體育 很難資源公平分配 你如果資源公平分配分散 基本上大家是 大家好像資源公平分配 但是問題就是出不了一個 但是如果這樣,比如說 好像今屆已經有一個體驗 十六項來講 絕大部分都是個人項目 除了一種藝術 藝術有榮 對,這班都要賺 問題就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一些團體對際式的項目 未來的資源 將來都比較麻煩一點 一路都是 第一 例如藍燭牌 你業餘 手球的 今年都沒有出的 就算是職業 對際也很麻煩 處理團結的演習 但是你業餘也有一個難度 所以我們出隊 大部分都是以一個 不是大球 就是藍燭牌 這些大球 就為主 因為這些 以前的政策都提到 是推這些 個人學 曾經都吹過大球 但是吹變成績 真的不太好 因為 職業隊一撞的時候 反差真的很大 因為其實對際 其實我們在體壇這麼久都好 都好 希望對際可以出去 其實我們 中管整個世界來說 對際 我發覺商業元素很重要 如果純粹靠政府還會去推動 我覺得極度困難 如果要拿成績 或者要好些 一定要是一個很強的商業 你看到 我們經常說的 歐洲足球 英超、西甲 你看他們的商業贊助 根本他們 之前 根本他們不打 亞運、奧運 他們都不打 打職業聯賽 比打什麼更重要 即是中國的籃球 職業籃球 一隊沒有一億 你不要玩 沒有一億 那一點是商業 廣告 其他事情 你沒有一億 真的不能玩 因為這些對際項目 真的要靠商業元素 去推動的水平 才有機會提高和特位 如果沒有商業元素 去推動的話 是難推 因為事實 真的 人數是比較多 你不可以說 選擇 一個運動員 去打足球 當然不行 你起碼要30個 你22個是隊 報名 但你背後還要有很多 其實澳門真的缺乏了一個商業元素 香港就是一個商業社會 每天都有廣告 但是澳門就是缺乏了一個商業元素 你看到香港 我們經常都羨慕香港 其實現在有六面金牌 一直的成績 在奧運會都拿到牌 我們羨慕它 但其實我要看回他們 他們付出了很多 而且我們經常都說 在20年前跟我們差不多水平 但它起步差不多 澳門跟香港運動員差不多 但現在明顯拉開了一個距離 推一推 商業一推一推 我們以前的運動員 差不多條件 都練得很辛苦 純順的鬥 看完一份糧 但慢慢慢慢 開始社會重視了 開始有些商業贊助 那些運動員 就變了出名 有明星效應 所以就變了就是 運動員的待遇又好了 社會效益又好了 然後那些父母 就更加願意給子女 去試一下去衝 澳門暫時還未形成得到那種氣氛 即是說到商業贊助 孫陽也挺有趣的 就是 那個運動復活 他沒有辦法 他居然就是 比如國家隊運動的贊助 居然上台不穿 你說那個商業的多重要 就是商業的多重要 就是這件事 我都看到都覺得 現在好像有這樣的事情 以前我們是一個叫做 就是服從集體 現在出現了這些問題 現在出現了這些問題 那聊聊聊時間又到 沒錯 其實我們剛才休息的時候 都繼續談 沒錯 就是談不完 因為其實 澳門體育的發展 我們全部人都很關心 四年一次的亞運 其實我一直都說 社會不要四年一次 才關心我們的運動員 我們回望一下 今屆都成績不錯 但其實那四年裏面很辛苦 無論是有牌沒有牌都很辛苦 沒錯 希望社會其實就是 不要只四年才關心一次 有沒有牌 平時有些比賽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會看看 遲些又說有個職業籃球隊成立 或者去打 是的 都開始真是很大膽 是的 我跟輝哥都說 輝哥你都很大膽 阿輝哥真的很大膽 真的很大膽 好 在這裡再一次祝賀我們得獎的 澳門運動員 也都多謝我們 今次參加亞運會的 比賽付出努力的運動員 希望我們繼續努力 乾杯 乾杯 下次周再見 祝我們的澳門運動員 祝我們的體育發展 越來越好 非要感上天花 也要雪中送他 謝謝 拜拜